我俩在一起时间也挺长的了 一地恋的时候 两个人感情还不错 现在我俩来到了同一个城市 本来感情应该越来越好 可是事实却不是那样 他总是觉得我哪里都不好 现在还跟我提出了分手 我不想跟他分手 也希望他能多体谅我 分手是他提出来的 一个大老爷们儿 一天天跟我矫情的没完没了 天天这个道理给你讲完了 讲下一个道理 我毕业过来找他 肯定是希望想跟他有一个未来的 可是现在他这样的态度 我们怎么可能有未来呢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小苏 22岁来自黑龙江 护士 圆圆 21岁来自黑龙江 职员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护士 是 特别辛苦的一个工作 对 两位是高中同学 对吧 是 后来就好上了 是吧 对 但是一好上就异地了 对吧 因为在不同的城市读书 是吧 异地谈得怎么样 还行 异地倒没出什么太大的问题 现在呢 现在自从搬过来 搬到我生活的城市一起住之后 大毛病 小毛病都有嘛 也就是说异地的时候情感挺好的 在一起了 靠近了 出问题了 是这意思吧 那今天是谁要来呢 是我要来 干嘛 前段时间我俩就总是吵架 然后就是因为一些小事 我觉得我已经无能为力去解决这些小的问题了 我已经没有精力去解决了 然后我就想着用分手 我想威胁威胁他 你还有本事拿分手威胁我了 我没想着真的分手 我就是想着让他哄哄我 我就想着 我还哄你 我一个小女孩我哄你 我一个大男的天才因为一些小事跟我生气 我还哄你 我没想着分手 我就是想让你哄我一下 他当真了 他就是现在要跟我分手 我现在没有办法 你说话送话 那分手就分手 姑娘你等了多少年听他说这句话 说分手吧 我觉得好像郑重你的下怀 是 我已经忍了忍很久 你看你看你看 哎呀 行吧 说说吧 忍他什么了 就平时有很多小事 其实也不是一回两回了 就有很多小事 就是他这人性格就特别矫情 在生活中忙得太多了 你举例说好不好 我怎么就矫情了 我矫情 你还不矫情啊 就你那太小事 主持人 我俩 在一起生活之后 他最开始没有工作 全都是花了我的工资 他花了我的工资 去给别的男的买微博 那是 这事放在谁身上 谁能舒服 那是我朋友你也认识 咱们仨也一块儿出去吃过饭 一块儿玩过 你也直到我俩没啥 你就说给别的男买微博 那说难不难听呀 这事有吗 再说你这事我不是已经给你倒过钱了吗 咱俩私下说说就行了吧 这事就过几遍 你没了没了地说 而且我父母过来看过你还跟我父母说 大家之间那事处理不好就跟父母说 你那天让我给你父母买东西 但是我们俩的钱 就他不赚钱 我的钱全都放到他那儿 我没有私房钱 然后他让我去给他父母买东西 我用什么买 那你就当时就当我父母面那么说 我不尴尬吗 你知道尴尬了 我不尴尬吗 他直接当时就怼我 当时就说 是他不给你俩买东西 那凭什么是我的问题 那我都把钱给你 你给别的男的买微博 然后现在你让我给你父母买吃的 你这样做 我感觉不太公平吧 你跟我讲那么多道理干啥呀 你今天没了没了给我讲道理 鸡毛蒜皮小事 也要给我讲那些道理 还有就是特别矫情 矫情我都受不了 问一句啊 确实给其他的男生买了一条微博 对 就是作为生日礼物 也是同学 原来的同学 你怎么知道的呢 他跟我说的呀 我告诉我的呀 他跟我说的呀 是事前说的还是事后说的呀 事前就跟他说了 他一直不太高兴 这放在谁身上谁能高兴 我又不是没跟你说 我又不是背着你 看你气的 钱现在都在您管 你管钱的是吧 所有的钱都在你那 他肯定也自己留的 没留 我一分我都没留 你怎么不相信他呢 就是我不太相信 哈哈 哈哈哈